在美墨边境 因为美国总统大学缺胆缺 充满了不确定之下 预计即将出现一批移民潮 因此现在在墨西哥的境内 有一批移民大军正在徒步的北上 他们大多是来自中美洲的国家 但当中也不乏有印度的年轻人 而且当中有很多人都是知识分子 由于印度失业率的问题 让他们决定铤而走险 因此在印度非常多城市都能看见移民仲介 只要支付他们台币154万 就能搭上飞机前往萨尔瓦多 透过了走私贩子接应 再靠双脚徒步到墨西哥 追寻他们的美国梦 深夜时分 墨西哥南部大约有2000移民大军 背着行囊 牵着一家大小 靠双脚朝美国边境缓缓移动 他们日以继夜地走 就是担心美国总统大选 为边境带来的变数 这条路除了靠体力 还得靠运气 尤其是最后一道关卡 墨西哥的货运火车 移民们口中俗称的怪兽 因为想搭上这辆车 一个不小心就会丢了小命 年轻妈妈带着年幼的儿子 他们前一天试图跳上火车 但失败了 只好在铁轨旁 熬过寒冷的一夜 因为那天有机会 给我的孩子的最后一天 我希望他永远看到 我一直以为他从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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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访问过程中 外秀火车来了 营迷们立刻整理好行囊 在一名好心男子出手帮忙下 把孩子扛在肩上 往前冲刺 男子成功踩上了货运火车阶梯 但孩子的妈安琪 却跟不上速度 跌落在铁轨旁 她努力站起来继续尝试 因为她没有时间等待 再不跳上火车 她可能永远见不到孩子 这批移民大军 仍在前仆后继的 往美墨边境涌入 他们除了来自中美洲国家 不难发现 其中许多年轻人都来自印度 而且几乎都是知识分子 甚至有YouTuber 记录他这趟追寻 美国梦的旅程 估计去年有十万名印度人 以徒步方式非法入境美国 这条路在印度人口中 被称作Donkey Way 也就是驴子路 Donkey Way is a illegal route which is not allowed by the USA government It's a route which is going through many of the countries and then we will jump the wall of USA 24岁的印度法律系学生 面对毕业就是失业的茫茫前景 他正在找寻移民美国的方式 I have no other option due to unemployment 现在许多印度城市都会出现 像这样的广告看板移民中介 This is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India's high youth unemployment 这里提供的方式 白白种可以合法取得签证到美国就学 当然也有非法的方式 把你送上驴子路走私人口 We can go here and find someone and pay money to be smuggled to the US Yes They will smuggled the person illegally in the US How many people have you sent on this donkey route journey to the US At least 150 to 200 people 驴子路的门票可不便宜 得先支付仲介488美金 约合台幣154万元 仲介就会安排你搭上前往萨尔瓦多的飞机 到那之后就有走私贩子接应 一路前往美墨边境 仲介秀出手机影片 显示一群印度青年跨越美墨边境栅栏 这是他招揽生意的活招牌 统计过去五年来 非法入境美国的印度公民人数急速上升 但实地采访后发现 拜登政府今年6月实施移民庇护禁令奏效 目前已有不少印度非法仲介做不了这本生意 美国海关系边境保护局 今年9月的数据显示 美墨边境的移民数量 已降至2020年来最少 对这名印度男子来说 驢子路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弟弟去年走上非法移民之路 却在萨尔瓦多和瓜地马拉边境 遭歹徒一枪打死 最后是印度政府安排 才让他的遗体在五个多月后回到家乡 现在哥哥成了家中唯一的儿子 他只能守着这片田地努力养家活口 在贫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恶性循环中 印度的非法移民仍在伺机而发 但美国梦往往是体认了现实 才知道有多惨酷 TVBS新闻正合报道